亚洲之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亚洲之星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礼拜天是母亲节 先祝福全天下的母亲节们 母亲节快乐 我知道投资朋友呢 看到母亲节之前 行情一路往下拉回 很多投资朋友 你持股心情不太好 我知道 但是你如果是看我的节目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有没有带你避开风险 投资朋友最关切 我知道你现在 不管是礼拜五礼拜六 还是礼拜天 你在锁定我节目的时候 听好 外资 为什么连续六天 卖了六百多亿 外资 为什么连续六天 大卖台股 很多只做多的分析呢 他不跟你探讨这些原因 也不跟你讲这些理由 会告诉你说 这是洗盘 这是拉回的最后买点 一直买下去 你受得了吗 做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一个真正用心的老师 会分析什么 这个盘式外资 为什么会卖 卖的价位 时间会修正到哪里 这才是我跟你讲 时空计量学的一个精髓啊 要解开多空密码 不是叫会员天天买 你说对不对 来 今天的重点主题 外资 为什么六天 卖了六百多亿 外资 为什么卖 理由都还没有开牌 外资的黑桃A 还没有打开的时候 你要真的听那些 只多多的老师 告诉你说 现在就是低点 全部修黑了吗 风险太大了 我告诉你 记得我马老师讲的话 你会感谢我 还不要这样做 真的 真的到一个低档 要落底翻的时候 我马老师会告诉你 就好像 在之前的演讲会场上 我告诉投资朋友 为什么三月份 到8840 我非常谨慎 做短线 做避险 但你避开这一段 大盘跌了736点的风险 还记不记得 我演讲会场上 我说的内容 这一张图 还记不记得 这一张图 把9593 9532 投资朋友 你有兴趣的 你去做做看 9593 9532 这两点连线 这边支撑 这边刚刚好 就是压力 这么神奇 8840 就是这么神奇 这两个高点的连线 8840 这是我的时空计量学 我能够测量 先规划好 所以我可以很轻松的 在高档的时候 带着我的会员家族 退出 甚至做避险 这些观点 回到盘面上 老师 这六天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很难过 不过 真正要帮助自己 不是去凹单 不是扩大信用 怎么样帮助自己 学会操作 操盘的方法 我下一次 我下一次办奖座 你一定要来学 我在分析一档个股 分析一个排式架构的时候 我一定把整个行情的规划 规划好 就像行情 现在回下来了 回到8104 真的是低点吗 为什么外资卖 为什么外资卖的理由 后面有几只黑天鹅 会飞过来 你知道吗 有没有办法 先做时间 空间的测量规划 我做到了 我每天我给会员的传真稿 我就是跟会员讲 这些分析的方法 你真的学会了 一辈子受用 这些观点 来 回到盘面上 老师 4月26号 8622 收盘8581 外资买台股 台子旗最多 历史性高 五万六千口 从那天开始 跌 跌 跌 连续七天下跌 8622 回到今天的低点 8104 跌了518点 外资包含礼拜五 卖了634亿 你知道外资连环大卖操的黑天鹅 为什么外资要杀这一段 为什么外资要杀这一段 做做功课 我在节目上 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把我的时空计量学 拿出来跟你分享 就好像上次演讲会场上 有没有 之前我演讲会场上 我所说的 9593 9532 这两点 高点的连线 为什么就是8840 你说8840 你不相信 4月26号 我在节目上 外资买台子棋最多的时候 买完七天下跌 买完七天下跌 4月26号 我怎么跟各位分析的 这是当天的电视画面 外资 外资新金时刻 外资台子棋 五万六千口 历史新高 我说 股票 期货 都买在最高档 只要台股跌一趴 一百亿风险 有没有 我都跟你分析过 4月26号 老师 4月26号不是就在这里吗 第二天 4月27号 台股小跌开始跌了 跌18点 我说外资三金时刻 苹果财报 道琼 美日FED的利率会议 这三个 外资的做法 我说我们不要那种外资 在台股最高杀低 真正的法人操盘 应该跟八大行库一样 高档会调节 低档会买进 那还是真正的法人手法 那你说台湾的外资 是真的外资吗 我告诉你 跟之前的主力 没有什么两样 追高杀低 让你去追 让你去杀 对不对 这些观点 甚至在4月27号 我还在节目上说 28号要破336平台警线了 平台警线12345 点了5次 28号要跌破 28号要跌破 有没有跌破 有没有跌破 你都看到了 我又对了 我昨天讲的 礼拜四 我说礼拜五盘是真的要做止跌落底现象的话 要说中红 小红还不行喔 结果你看今天 又小黑了 连续七天下跌 连续七天下跌 周线的架构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我昨天讲的 连续三黑 要提防去年8月重演 会不会重演 外资黑天鹅 MFCI 包含美国的升息 到底会来几支 你有没有规划好 如果你没有规划好 看到盘是涨 我知道很多人今天 又去抢苹果股的低点了 不要乱抢 真的不要乱抢 我说我在节目上 跟我的分析 我公开操作公开讲 不是要用这些绩效来吸引你入会 是要把我的时空计量 真正的方法 方向 节奏 怎么样做波段 怎么样做短线 跟各位分享 也不是要你看节目来抬轿 甚至很多投资朋友 我也知道 你不做空 我也不要你 我不建议你去做空 因为真正会做空的老师 全市场上100个 没有几个 真的 没有几个 但是 我的会员家族里面很多 也没有做空 会跟着我 原因是什么 避开下跌 避开下跌之后 我们真正在低档可以大卖 高档买一张 低档买多少 1.3张 1.5张 不是更好吗 如果有避险 会做空 跟着我在做 底下买更多 这才是真正的操作方法 你说是不是 来 我在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的早上 我一直跟节目上的投资朋友 8点钟的时候 我讲 Tesla大跌了 会冲击电动车 我讲这个你不相信 你看看 礼拜四早上 市场都跟你讲说 哇 Tesla财报 超过预期 盘后大涨7%涨9% 我在礼拜四早上 我跟你讲 还在跌 又在跌 跌4% 跌4.2% 高档回了17.3% 小心小心 礼拜五早上 有没有提醒各位 头版 头版 电动车热销了 我节目上 特别特别特别 提醒大家 特斯拉盘后大涨 结果 礼拜四 开高走低 将近17块 藏黑17块 收盘低了快5% 高点回档 超过20% 走入技术性的空头熊市 礼拜五早上 有没有提醒各位 你都看到了 我讲了三天 我讲了三天 甚至你到亚洲头顾的官网 你都可以去做查证 我讲了三天 请你避开 为什么我的时空借量学这么神奇 我在礼拜四 告诉你 我在放空同志 你说有点怀疑 老师 人家说电动车盘后大涨 电动车盘后大涨 到礼拜五早上 哇 公布出来 四月营收 减两成 礼拜四 跌得有 好像有理由了 到礼拜五 在跟你讲什么 大陆车厂在进行轻库存 哇 跳空跌停 直接锁 直接锁跌停板 收盘三千多张 还在锁跌停板 你知道差距差多少吗 3552的同志 561块 我在这边放空 今天收盘 多少 480块 480块 81元 81元的价差 我不要跟你讲说 10张又是多少了 你自己算 我也不建议你做空 真的 你自己不要随便乱空 很多投资朋友 听到那些死空头的 信一下 今年被嘎到300多块 最后回补 我知道你很痛 因为很多人真的 不是你 还包含很多老师 不会放空 这些观点 就好像 节目上 我在5月4号 我说 汉维科 在做这种 这是相对高档的形态 汉维科 有没有节目上跟你讲 节目上说这种是高档的形态 要小心 955 5月5号 我昨天跟你公开说 我在这个地方放空 12点51分 放空 950块 很神奇的 空完 礼拜四 933 今天 继续杀尾盘 918 收完盘告诉你 礼拜五收完盘告诉你 四月营收比三月份月减将近四成 我是不是先讲 再高档的 再动作了 再跌下来了 你又看到了 老师真的耶 你看到今天的汉维科 为什么 收盘918 918 四月营收比三月月减将近四成 我又对了 差了多少 950 到918 32块 我公开跟你讲 我950放空 今天收盘918 这些内容就好像 我讲心向 在5月4号 我有没有跟你说 左肩 头 好像要打右肩形态 你要小心 不要去追 有没有 这种形态 大盘在往下跌 它往上拉 该怎么做 很多人被嘎到这里 最后回哺 很痛我知道 那些是真的不会放空的 叫你随便乱空 然后凹到最后一天 我知道你很痛 但是真正的空点出现的时候 在这里 5月4号 有没有 5月4号 295元 我在做避险 5月4号 10点18分 分盘交易 10点20分 10点40分 295元 这边 我在做避险 到今天 281.5 你看看心向 是不是今天 搜盘 281.5 你知道吗 同志 汉维科 心向 各做一张就好 你说这个行情很难做吗 很多人跟你讲说 这个礼拜 连续跌了7天 行情很难做 很难做 是因为你做多 你做错方向 真正做对方向 就好像 老师 今天很多人讲电动车的 又不讲同志了 同志涨上来的时候 每个都有 今天跳空跌停板 为什么都不讲了 我在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我连续三天 早上 在八点钟的时段 告诉大家 特斯拉大跌 特斯拉大跌 礼拜五开盘前 我要告诉大家 特斯拉开高走低 藏黑大跌 我又对了 电动车产业 我也告诉大家 是一个长线看好的产业 但是我希望 你不要追在高点 真的 同志 你知道 同志 从595 到今天 480块 这个差距 差了115块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放空 好不好 这些的内容 你都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 下个礼拜 要怎么做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 感恩 母亲节 我们也特别推出一个 回馈的方案 198 一事就发 仅需一周 累积利润 但无需发 周润发 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 想知道这个方法的 跟我线上助理 直接咨询 我们这段广告 好 马上回来 这些情话差 古早是报备 从这个极出来 中 用刀法 外交世界 该出名 现在做的是新闻 以来相信天然的最好 以来 做公安芯片 总是要有人团 如果开篮 我们都过后 三天之后 一杯的保日典 明天才开篮 保日典 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 未来时间的规划 未来空间的测量 比较出精准主流 只有马老师敢说 大奖必有先机 大跌必有原因 马老师带您 规划财富未来 享受获利人生 入会专线 02-2578-3777 2578-3777 再忙也邀请投皮喝杯咖啡 直翠566咖啡因洗法路 深度控油 根部蓬松 长效精爽一整天 直翠566咖啡因洗法路 你会上瘾哦 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 未来时间的规划 未来空间的测量 比较出精准主流 只有马老师敢说 大奖必有先机 大跌必有原因 马老师带您 规划财富未来 享受获利人生 入会专线 02-2578-3777 2578-3777 夏恩英语百分之百外师授课 英语听说读写 No Problem 夏恩 让孩子与世界更接近 全国分校招生中 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 未来时间的规划 未来空间的测量 比较出精准主流 只有马老师敢说 大奖必有先机 大跌必有原因 马老师带您规划财富未来 享受获利人生 入会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一部老电影 唤起disco年代经典美声 台湾最后一场 撼动回忆复古派对 跨越世代天后 夕阳音乐界常盛军 全球超过六千万张唱片销售 创下二十六首单曲 英美排行榜前十名记录 Olivia Newton John 二零一六台北演唱会Summer Night 五月七号晚上七点半 南港展览馆 iBoom售票系统全面热买中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排斥节奏 我上一段我特别说明过 很多人告诉你说 老师这个礼拜 这六天七天很不好做 很不好做的原因 你做错方向 你拿到了抠讯 还是叫你买一直买 结果你看到指数一直跌 你的个股一直跌 做错方向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不要说我假 你看到大盘 从4月27号开始 有没有 4月27号连七天下跌 4月26号 我在节目上 我怎么说 想想看 为什么这七天跌了518点 外资这六天 卖了634亿 黑天额出来了没有 我测标告诉你 外资都还没有开牌 外资都还没有解释 为什么卖600多亿 他的牌都还没有开的时候 你就要show him 说这个是低点 风险太大 不要这样做 记得我马老师讲的 你会感谢我 这些观点 就像我在4月26号 外资大买 很多人告诉你说 要供9千 要供1万了 我讲外资 新金时刻 外资买这么多 然后呢 大盘跌1% 100亿的风险 我讲的内容真的 都成真了 4月27号 我说有苹果财报 有道琼 有每日FED 三个很大的变数 外资凭什么去大买 这个逻辑基本上 很大的错误 现在你回头一看 都对了 马老师 你讲的真的 讚 都对了 你做到没有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看我节目 还没有加入我正式会员之前 你也是我的电视会员 我希望你不要受伤 所以我在节目上告诉你 连外资都还没有开牌 他的底牌S 上面有没有鬼 有没有黑天鹅 黑天鹅到底有几只 你有没有做规划 我在我的传生稿里面 就是要分析时间空间 甚至怎么做 告诉我的会员 学到方法 就像投资朋友 你现在很关切的是什么 大家都在讲苹果股 电动车 未来看好的两大产业 礼拜五 很多人跟你讲说 哇 苹果股低点到了 我认为还没有 真的 我认为还没有 就像3月17号 之前我在跟你讲 我在做避险的时候 你不相信 真的跌下来 有没有 真的后来就真的跌下来 3月21号 我在讲说 我在做避险的时候 做这个避险操作 288块的可乘 你说老师 真的耶 你看 3月21号是什么时候 在这里 288块 到底了吗 甚至 5264的F凯胜 3月23号 181块 我在做避险的时候 5264的F凯胜 3月23号 在这里 181块 我在做避险 老师 真的 我很多投资朋友们 跟着我的 不见得每个都要做空 有很多人 还是不做空 但是他跟着我 你看到 这一段跌幅 有多大 181块的凯胜 到今天 171块 5毛 最低 117.5 就像可乘 在这里 288块 做避险 最低回到 201块 光是那个价差 不做空 有没有避开风险 避开了 下来 可不可以买更多 苹果家族 我在今天的传真稿 我特别告诉会员 两个数字 第一个 我当初讲苹果股的时候 有没有 它的颈线架构 跌破 请你注意要避开 会拖累苹果股 真的跌下来 反弹 又压回来 注意这个数字 92.39 注意这个数字 第二个 台积电 这三天 四天时间里面 守在半年限 146块半 不能再跌破 够简单吧 很清楚 为什么要学时空计量学 为什么要跟着我的家族 去做操作 不是我事后讲 从盘式 从结构 甚至从 苹果股 到电动车 电动车族群里面 我没有跟各位分析 为什么我能够掌握 不是随便拿一档个股报价 跟你讲 这样每天讲不完 礼拜三早上 我讲 礼拜四早上 我也讲 到了礼拜五早上 特斯拉 讲说盘后大涨 结果呢 盘后以后 开高走低 长黑大跌 将近17块 我讲的内容 一个一个印证 最重要的 老师朋友 你要走对方向 跟对老师 在礼拜四 我还特别跟你说 我在放空同志 礼拜四 跌下来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营收公布 摔了快两成 摔了快两成 到礼拜五 告诉你想什么 大陆车厂 进行轻库存 跳空跌停 意外吗 这些价差 你知道差多少 3552的同志 来 你仔细看 595到今天480 595到480 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115块 还没完 真的还没完 汉维科 5月4号 我告诉你 这种形态要小心 它是这样子的形态 礼拜四 我告诉你 我950放空 有没有 礼拜四 杀到933 礼拜五继续跌 跌到918 盘后 告诉你 4月营收 月减将近4成 怎么会这样 甚至包含 老师 5月4号你在讲 左肩 头 右肩 小心右肩 5月4号 我在做避险 我讲的 我真的有做 做了 到今天 281.5 市场上很多人跟你讲 星象放空 空在前面 全部被嘎到最高点 真的做空的老师 会的没有几个 我也不建议你做空 但是 要跟对老师 做对方向 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 来 母亲节的回汇方案 198 一世就八 198 一世就八 知道详情的细节 跟我线上助理 直接来咨询 把握机会 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下周操盘顺利 同学不行了吗 同学不行了吗 来 鼓水又提神呢 鼓水又提神 一贯就够 水满牛 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 未来时间的规划 未来空间的测量 比较出精准主流 只有马老师敢说 大涨必有先机 大跌必有原因 马老师带您规划台股未来 享受获利人生 入汇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 未来时间的规划 未来空间的测量 比较出精准主流 只有马老师敢说 大涨必有先机 大跌必有原因 马老师带您规划台股未来 享受获利人生 入汇专线02-2578-3777 2578-3777 股市最顶尖的分析在哪里